尊敬的陈老师 季老师 以及操帆全球所有的家人们 线上线下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好 太棒了 真的 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 能够在新年开始 如果说1月1号是大年初一 那么现在就是大年的初五 大家都对不对 我相信今天老师给我们安排了这么精彩的课程 你知道我们紧张到什么地步 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 也没有好好睡 韩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请我们去吃那么好的什么和牛肥牛 都顾不上吃了 真的是紧张 所以说你们要刷起小红花 要点赞 让我们放松一下 好不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想每个月的五号 都是咱们超凡人最幸福的时刻 你们说对不对啊 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 而老师会把全世界的 所有的老师的各个市场的领导人能够给我们分享他们最好的成长和成功的经验 所以真的我们是特别特别幸福的 所以我想在新年2024年龙年 开始的这么的时刻呀 我们能够给全球直播 你知道吗 兴奋紧张 但是又充满着快乐和希望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哎呀 说真的 我特别希望大家啊 像我们这样的平凡的普通的 为什么平凡普通啊 因为当年到广州去寻梦打工的呀 我是89年武汉大学毕业 然后呢 分到了河南省基金委 现在叫发改委 你可能会说 哇 那是很好的单位呀 真的是汉落宝收的单位呀 但是我就是到了单位才两年的时间 到91年一份不甘心 我就南下寻梦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 有一句话叫东西南北风 发财到广东 我随着南下大军就到了广州了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虽然收入变了 但是命运没变 在95年的时候 各位想想 一个月可以拿将近四五千块钱的工资 是不是不错呀 对 95年能拿那么多钱 应该很不错了啊 但是呢 我只是觉得收入变了 但是命运没有改变 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啊 结果95年那一年我30岁 我一直都在想 人生三十而立 我怎么还没立起来 但是真的就在这一年大事发生了啊 刚才凡尚老师已经讲到了 就是因为吴一姐 就是跟凡尚老师他们俩去交接工作 凡尚老师要调到上级一个单位去 那吴一姐来接替他的财务工作 就这样子 吴一姐在交接工作的时候 开始了解了安利事业 并且把安利事业带进了这个9.6平方米的办公室 介绍给了秀燕姐 秀燕又介绍给了凡杨 一个办公室的三个人 从9.6平方 9.6平方米 最后呢 透过安利事业把这个事业扩展到960万平方公里 到了全中国 甚至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全世界 而且一个办公室出了三个FC啊 哇 我们想真的 我们要特别感谢自己的介绍人 吴一姐 熊大哥 学院姐他们 能够把这个事业带给我们 我现在都在想啊 如果今天不是在 二十多年前接触到安利事业 我现在在哪呢 我肯定没有在拉斯维加斯 我可能在广州上班 也可能自己在忙着生意 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忙得不可开交啊 哪有像我们现在 自由自在自主的 来到拉斯维加斯 每年几乎都来啊 只是疫情这几年没有办法 那么真的 我们还这一次跟着老师来这跨年 参加了盛大的party啊 哇 真的是好漂亮 好美 我们一起倒计时 当然我也看到了在咱们上海的外滩 也是人山人海 看到了在珠江两岸 看到了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哎呀 大家 因为知道因为疫情这几年 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相聚 没有办法在一起联欢 我相信这是在疫情过后的 第一次的这种新年啊 大家那种心情 哎呀 那种对未来充满的希望 你们说对不对啊 完全全就不一样的啊 说真的 我现在特别的兴奋 想想当年就是到广州学梦打工 五一姐一脚跨进这个办公室 把安利带给了我们 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 也改变了多少人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的 我们多有幸福感 我们说遇到安利叫运气 但是跟上老师叫福气 我们遇到了安利 我们觉得够有幸了 这么好的公司 这么好的创业良机 这么好的创业平台 但是我们又是特别特别 最有幸的就是 我们是生在超凡 生在陈老师这个家呀 生在这样一个团队呀 哎呀 真的我们无比的幸福呀 说各位你知道吗 第一次无一姐他们带我们去听课 被我 我真的被骚扰了 烦都不行 他们看到了安利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一次一次的打 我每次都是头痛 牙头 脚痛 浑身没地方 不知道去哪里找痛 然后呢 给了无一姐 给了轩然姐他们一个面子 没想到却给了自己 一辈子的机会呀 你知道吗 带我去听课的时候 哎呀 然后呢 老朋友左边右边 把我加在中间 还不让我做第一排 然后把我加在中间 前面有人 后面有人 左边有人 右边有人 生怕我跑了 我中间上个厕所啊 后面他们还跟着我屁股后面 带纸了吗 还要问我带纸了吗 还怕我跑了 然后呢 我真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听第一堂课的台上人讲 他们如何透过安利 获得人生的六六大顺 哇 讲财务的保障 讲健康 然后呢 讲家庭的幸福 哦 讲取得了好的朋友 哇 你知道吗 他们在台上讲 我就在台下 兴奋的 哦 内心特别的热 他们还递给我个笔记本 还让我记笔记 我刚开始想装个样子 但是他们讲的实在太好了 我就记呀 当他们没讲一个 我就记一个 我说 财富我想要 健康我想要 家庭的幸福我想要 啊 啊 知心的朋友 啊 知同道合的朋友 我想要 这个我们都想要 结果呢 人家讲一个 我记一个 心里说 来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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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会议结束之后 还要让我分享 啊 然后说 曾心清啊 听说你是 从河南基金委辞掉工作 来广州的 听说啊 你还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听说啊 现在的老板很器重你 啊 然后呢 对你特别好 啊 我心里说是 是对我特别好 工作量特别大 让我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 啊 这是我心中默默念叨的 他们说 哎呀 啊 你又是大学毕业 又是不甘心从北方到广州来许梦的 老板对你有这么好 我说 我还没来 他们怎么就知道呢 我还没来 材料就被上报了呀 说真的 哎呀 那一刻我都觉得 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个人才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真的 人才啊 人才要摆对舞台 才能变成人物 否则的话 人才摆不对舞台 就变成了人手了 我当年在单位不就是这样子吗 哇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加班费我都不要 然后呢 啊 我们的董事长 然后动不动就拍着总经理的肩膀 拍拍着好多我们这些忠诚 忠诚那个干部的肩膀说 你们好好干啊 两三年送你们出国深造 各位 我的上面有十几个硕士研究生 我们单位 还有两个副总经理 还有一个总经理 我想来想去 轮到我出国 那种猴年满月的 没想到就是一堂课 听到了可以获得人生的六六大顺 那一天 我给自己开始觉得 哇 原来安利可以实现我人生这么多的内容 哇 那我从北方来到广州 寻梦寻什么呢 不就是寻找一个六六大顺幸福的人生吗 所以说真的哈 让我讲话 我就说 如果安利是一个好的事业 我将全力以赴 要做就成功 要不做就不做 我分享完 哇 我的介绍人 还有旁边的老朋友 就开始鼓掌 哇 你是新朋友啊 第一次来就分享得这么好 你未来一定会非常成功 他们眼光真准啊 真的啊 我想 其实 我后来还问介绍人 我说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给我讲的 他说 第一个 你从河南辞掉基金委的工作 来广州寻梦 代表你有不甘心 第二个 你工作很认真 老板很欺重你 他说 安利啊 就怕有梦想的人 就怕你认真 就怕你当真 只要你认真 只要你能够看得懂 那你就一定会成功 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 他们把我看成人才 说今天 屏幕前 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 不管你今天坐在屏幕前 在手机前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您都是了不起的人才 把你摆对了一个创业的舞台 又跟上了名师 加上自己的努力 我们都可以变成人物 给自己刷起小红花 好不好啊 给自己想起热点掌声 好吧 真的 我就是这样的来到了安利事业啊 哎呀 我现在想想啊 真的人啊 寻寻觅觅的不就是两个字机会吗 没想到一眨眼 跟着安利 跟着老师来到安利 已经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了 所以我现在想想啊 真的就是这么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哎呀 我说选择有多么样的重要 你们说对不对啊 当时呢 很多的台湾老师来给我们讲道课 给我们启蒙 给我们启发 当时的我们的这个 黄月老师啊 杨冠一大哥呀 CD大哥 安迪大哥呀 哇 还有很多小鹏老师呀 太多的老师 给我们分享 开始告诉我们什么是安利 如何从事这个经验 那都是陈老师派来的天兵天将 哎呀 我们现在要刷起小红花 然后刷 感谢的掌声 感谢我们所有来帮助我们的台湾老师 好不好 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 哎呀 我真的 现在想想 跟着老师 赞安利 将近快三十年了 我们 刚才你也看到了 也听到了 我们有这么多伙伴的分享 当然包括我们的二代们 他们的父母亲都是FC 也看到了我们新唱片的一些领导人 也听到了FC 苏林姐 凡杨老师 他们的分享 对吗 其实真的 我都特别特别的感慨啊 我觉得 他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也给他们刷起小红花 好不好 感谢他们的精彩的分享 也给他们一个鼓励的鼓励 好吧 哎 特别棒 特别棒 那我此时此刻感受最深的 那么就是三个 三个人 三人 你说什么三人 第一个 就是认知 我们说人啊 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财富 你也 得不到认知以外的健康 大家说对吗 真的 人就是这样子 不怕怀疑 你可以来了解 你可以来求证 大家说对吗 我当年不是也是拒绝了那么久吗 一个人的认知 来源于你的所见所闻 你们说对不对啊 我记得第一次 我们来到拉斯维加斯 眼睛不够用啊 哇 漂亮成那个样子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李老师和贵族姐 当时拿着摄像机 那个摄像机还是个单眼啊 就这样看的 像显微镜似的 哇 他在拉斯维加斯 待了几天 最后把眼睛拍到 这个眼睛出问题了 因为他单眼了 天天录 天天录 太美了 太漂亮了 因为没有见过 我第一次来拉斯维加斯 也是兴奋的 那个时候摄像机已经改进了 已经不是单眼了 已经后面有个屏幕了 就着我的眼睛都看了花 说人哦 你真的 你的认知 是天花板 你们说对不对啊 我们说认知是天花板 而关系是地板 我们的认知提升了 我们的叫做见多识广 是不是啊 你没有见过 你什么都觉得怪怪的 是不是啊 我们叫做少见多怪 对吧 然后我们说 认知多了 我们叫见多识广 今天我们也一样 今天安利在全球 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 即将跨入70周年了 在中国呢 已经即将跨入30周年了 那么我们今天 透过这么多年 多少人 全球成千上万的人 透过安利塞 改变了命运 透过安利塞 获得了更幸福的 那我们今天全球的安利 都进入了一个什么 大健康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这么的大赛道啊 各位啊 行行业业赚了钱 最后都要花债安利 你房地产赚了钱 你旅游赚了钱 开餐厅赚了钱 不管你什么样赚的钱 大家是不是都需要健康啊 真的我们说 没有健康 就等于没有那个一 后面那些零都没有意义 大家说是吗 这同样是认知啊 多少人这辈子 买房买车 什么都买 就是不知道 给自己买健康的观念 这些都是认知的问题 大家说对吗 我们很多的疾病 都是病从口入的 我们不学大健康 我们当然不会健康了 你会 你去学厨师 你就会做饭 你去学开车 你就会开车呀 对不对呀 你学抽烟 你就会抽烟呀 你跟打麻将人在一起 你就会打麻将了呀 你跟成功人在一起 你才会变成成功的人 你们说是不是呀 这就是说 你跟谁在一起 就会变成谁 所以说 你跟健康人在一起 他会告诉你 哇 早上怎么几点起来跑步了 一个礼拜要进健身房几次了 晚上什么时候 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大家说对吗 这些都是健康的观念和认知 如果我们不提升 我们会生病 那创业也同样的如此 刚才你听到了 我们前面的二代们的分享 大家说对吗 你听到了那个 冯思佳主持人 他的爸爸当过初级干部 又下过海经过商 但是他就说 哎呀 我要跟爸爸妈妈比 我都不行 人家说 我冯思佳来做安慰 人家说我智慧聪明 他说不是 不是我智慧聪明 是我不傻 我看到爸爸妈妈都做到触及了 都上海经商了 那么能干 他们几乎把该干的都干了 那我要跟他们比 我都不如他们 那他们都来从事安慰的 我干嘛不来从事安慰 大家说对不对 你看到了第二个琪琪 就是我家的女儿琪琪 她现在在建桥读书 她这次跟着老师去到新加坡 因为他放那个寒假嘛 圣诞假 结果他一听说老师在新加坡有会议 立即就飞回来 参加新加坡的会议 然后呢 他看到了瑞瑟大哥 那可是汇丰银行的高管的 那了不起呀 看到史蒂文忠 那个是英联邦的大律师 然后呢 又看到我们的萧玲姐 那是红透东南亚的低音歌后啊 他看到这么多的人 他说我看到了太多天花板的人 我还看到了地板的 我说谁是地板呀 他说那李老师小学二年级不就是地板吗 那也榴莲的 他说我看到了天花板的 还看到了地板的 我让我找到信心和决心 他还说像我们现在学建桥的 学经济系的将来出去工作 肯定是什么各种投行啊 资讯公司呀 这种金融机构 他说我一出来 我如果能干到最好 那瑞珊大哥就是我的最好的前辈了 他已经是在那个行业做到顶级了 他说我大不了做成那个样子 但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太少了 他说既然像瑞珊大哥都来做安利了 那我何必呢 我还要再去找工作吗 所以说他在建桥的上学的第一个月哦 他的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去投简历了 开始去这个这个 找各种公司和银行去了 看到千尔铁 看到郑其云说 你为什么那么悠哉悠哉 郑其云说 我有更好的事啊 那么同学说啥更好的事 咱私下聊 私下聊啊 他悠哉悠哉 他们同学卷得很啊 建桥的第一年 同学之间都互相的 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啊 社会机构 那种大的金融机构 要来建桥牛津 要给他们什么 来建桥牛津 要给他们 让他们去招募他们的好的工作 是什么 招募好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就是 他是有什么 名额限制的 你明白吗 他是有名额限制的啊 可不是 今天所有的毕业生都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 难怪他们要内卷 难怪他们压力那么大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但是郑其云没有那个压力 然后呢 我们去新加坡 然后回来又参加 这个上海的年会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明年呢 又要去这个 新西兰 不是要去意大利的米兰 然后呢 旅游研讨会 还要去瑞士的 苏黎士参加 FC的会议 都给我报个名 都给我报个名 所以旁边的我们的伙伴就说 七七啊 你这叫全职安利兼职建桥啊 真的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 哎呦 真的 他同学都那么大的压力 他悠哉悠哉的 你们刚才也听到了他的分享了 当初他报建桥的时候 就是因为 说爸爸妈妈 从小把我们带到了农村 看到那么贫穷的孩子 我想学经济 对他们未来有所帮助 而且呢 他说 爸 我如果考上建桥啊 然后呢 给我最好的奖励 我想要一个奖励 我们说什么奖励 就是代表我 以我的名义 给贫困散去取作捐款 而这个冤枉 他刚才讲的都实现了 对不对啊 真的我就觉得啊 这个环境 他就是从小来到这个环境 被老师影响 被老师肯定鼓励 天天讲他的故事 又是一个鬼放个屁死了 又是那个 啊 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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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的力量 是重复的力量 就是老师一直的鼓励和肯定 刚才那冯思达小姐姐 是不是也讲了 他跟韩石一起 在老师的澳门大会做主持 也是老师给鼓励 给肯定 哇 这次他做超凡 这次年 这次盛会的主持 我们冯思达小姐姐 真的好棒啊 看到这些二代的成长 你看到那个俊俊 他是严大林的 FC 严大林FC的孩子 当年去美国留学 不想回来了 然后呢 我跟他爸爸一起起努力 他去 让他去参加安利公司 在澳大利亚举办的 大宝礁的研讨会 我一天跟他讲了好几次 梁启超 精英家族的故事 结果他被这种爱国情怀 所感染了 感动了 就回来了 哎呀 真的啊 现在都已经可以做到什么 自己做到出国旅游了 哇 刚才站在那儿 是不是很帅啊 帅得不得了 现在真的是 跟随学习 连陈老师都亲自点他的名 说这个孩子不仅帅 而且眼中有光 有态度 他看到苏林姐骨折了 他一直背 背飞机 背上去 背下来 去上海 去徐勤姐的家里面 做聚会 他背来背去的 老师说 这个孩子值得培养 哇 这次在 那个 黄厚镇 老师点的名 让他参加老师的 二十人的宴会 然后又去到澳大利亚 又点的名 让他去跟随学习 啊 真的我们的 俊俊 那真是突飞猛进的成长 哇塞 你又看到了 我们的那个 悠悠姐姐 对吧 这也是我们 墨姐的女儿啊 哇 他刚才讲了 他啊 又是这个大学 那个大学 最后还 好会读书 也好会做生意 但是他说 我充气量 不就是赚了点钱吗 人家说我不错啊 我不只是赚了点钱吗 但是我看到 我的妈妈 这么样的去住人 帮助新脚妹 帮助照 帮着那 他这次跟随到美国来 大家刚才听到了吗 本来回国 啊 参加新加坡的会议 参加国内的会议 准备跟妈妈在国内扎扎根 结果一听说老师来美国了 跟妈妈 全家人 所有的行程改变 又来到了美国 跟随学习 哇 这几天天天都跟着感悟啊 他听到老师 当年 上到了这个 刚刚赚到一百万 自己还住着出租屋 但是老师就把所有的钱 全部捐给了 他的家乡 哪来的底细啊 自己还没钱 自己才刚刚赚了第一桶金 然后呢 是因为老师对安利的信心 是因为老师相信 安利的无限的发展 大家说对不对啊 是对安利的信心和底气 还有老师的那份爱心啊 那个我们的那个 悠悠被感动了 他说我本来是想着 我做生意赚钱了来做慈善 但是他说我安利事业就很好 我可以帮助那么多人 本身就在做慈善 大家说对不对啊 我可以帮助那么多人 从不信到信 让命运改变 这不是又是最大的慈善吗 你给他捐钱他会花完啊 但是你改变了他的思想 老师说 想法改变 就会改变命运 想法改变 改变命运 想法改变 可以改变世界啊 你们说对不对啊 说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真的我看到他们 悠悠也说 哇老师又来美国了 我现在要把美国发展起来 我还要把中国市场 同时的发展起来 你看看 每个孩子的梦想 是不是在这里面都在放大 这都是认知在提升 大家说对吗 那如果他不学习 认知能不能提升 不能 他不学习 不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他不学习 他不知道再好的就业 不如创业 大家说对不对啊 一个人的创业 不如一群人的创业 一个人的单打多斗 不如一群人的合作 大家说对吗 而安利就是合作的事业 安利就是合作共赢的事业 安利就是助人助己的事业 帮助别人成功 也让自己变得更有成就 你们觉得好不好啊 好 给自己详细认识的掌声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的 那个我们的王云浩 她是苏林姐的女儿啊 哇酷爱读书 在美国读书读到啊 要在这边当研究员 当科学家的 结果老师呢 就上FA70分的那一年 美国安利总部 给老师举办的叫70点日 在总部 结果呢 然后还在纽约举办会议 我们就跟苏林 跟她打电话 拼此拼话要把她叫出来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 然后她说她正要参加 最终的考试 妈妈跟她说 哎呀 咱又不当科学家 考个结格又算了 然后家家就说 娘啊娘啊 只有安利的娘能讲这种话呀 然后最后真的 来了要听老师讲 很多人年轻不懂事 懂事不年轻 但是如果透过这个事业 让你在年轻 就接触一个好的舞台 让你在年轻 就用名师指点你 让你成功的时候 还年轻 年轻的时候 年轻就懂事 懂事还年轻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你们说棒不棒啊 棒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所以我特别希望 我们今天刚才你听了几个孩子的分享 得到什么认知 你一定会觉得 天哪 如果安利事业不好 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安利都二十多年了 还要把自己的孩子带进来 是不是这种认知就提升了 对 爸爸妈妈一定不会害孩子 对吗 对 那我们真的看到陈老师 今天他的孩子 德文哥哥 是第二代的第一个FC 而且现在是100分FC 也就是第二代中又做到了第一名 老师是做到世界第一 华人之光 全球第一华人之光 然后呢 我们的德文哥哥又做了第二代的第一 德文哥哥做了第一 丁玉哥哥在新加坡也做第一 那主义姐姐也可爱啊 我们每次原来来拉什维加斯 哇塞 他都是肚疼 肚子痛 头痛 妈妈只要举办会议 他就开始肚子痛 头痛 他害怕 他没有信心 他严重自闭 哇 最近我们在澳门 新加坡再看到主义姐姐 他说我以前讲话像猫 我现在讲话像老虎 哇 那种自信满满的出来了 哇 主义姐姐这次真的 他现在在拉什维加斯承担着会场的 负责的 哇 跑前跑后 帮我们张罗新年的 跨年的所有的活动的事 都是主义姐姐 还有孙女大哥帮我们张罗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安迪大哥 还有苏贞姐 还有拉什维加斯太多的伙伴 为我们付出了 真的为我们的跨年活动做安排 让我们能有那么棒的跨年活动 我们都戴着漂亮的眼镜 穿着很棒的礼服 老师说你们要把最漂亮的都穿出来 最烧包的全部都穿出来 哇 这那天老师也是盛装出席 我们高兴的跟随到这的人 还跟老师能够拍到合影 我们多幸福呀 在WIN 在永利那么漂亮的酒店 后面是繁华世锦的背景 我们跟老师一起合影 在跨年的那个晚上 哎呀真的 我们都觉得是属于这么惊喜 对不对 真的 我都觉得我们 全世界多少人想见老师 你们说对不对 对 但是今天我们 跟随到这的人 可以跟老师在一起合影 我们是何其有幸 我们是跟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 跟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在合影 那种能量场是不是巨大的 对 是不是完完全全就不一样的 是 我们说世界上有两个巴菲特 一个男巴菲特 一个女巴菲特 你可能说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只听说一个男巴菲特 男巴菲特 你可能跟他花几十万 几百万在一起吃个饭 他可能连股票 想买哪只股票 他都不会告诉你 他都不想告诉你 但是呢 他赚很多的钱 他未必会教你 对不对 买哪只股票怎么弄 他未必会告诉你 但是呢 还有一个女巴菲特 她把做人的道理 教育的理念 如何让我们能够去把这个事业 把生活做得更为好 哎呀 我相信那就是我们的老师呀 你们觉得棒不棒啊 对对 老师每天掏心麻干的 把我们从一个不相信的人 培养到相信 让我们从刚开始 去喝个咖啡 都要把兜里的肛泵掏出来的 然后呢 我结婚的时候 请凡杨喝了杯咖啡 然后最后我把我的钱全掏光 最后不够 凡杨姐把她兜里的钱 也都掏出来 连肛泵都掏出来了 我们是喝了一顿咖啡 就是让我们这样的人 能够跟上老师 让我们能够去助人助己 你们觉得好不好啊 真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啊 哎呀真的 我们说老师在哪里 我们肯定就到哪里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我们说你最明星 你必定变成明星啊 你看歌唱会 演唱会那小孩们叫的 阿尔叫的 那明星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上次我们在韩国 我们跟老师去走红毯 安利古斯邀请去的呀 安利古斯邀请我们 因为我们的雅兹 是那个最大的那个 釜山电影节的那个 赞助商 以他的名义的 我们去那走红毯 还有韩国的明星走出来 那些女孩那嗷嗷的叫 那些明星头都不会 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追明星不会变成明星 但是我们追老师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老师啊 对 老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说真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认知的提升 看你跟什么人接触 对吧 看谁跟你讲话 看你待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很幸福 二十多年前遇上了安利 又跟上了老师 我们是不是来到了超凡子家 我们来到了老师 跟我们打造了这个环境 我们下个月刚跟老师 在新加坡学习 这个月又赶到了美国 哇 让我们满满的能量 你们觉得棒不棒啊 说真的 认知的提升 就是你的所见所闻 才有所思所想 才有所作所为 你们说对吗 对 真的啊 我们跟着老师 就像老师一来就跟我们讲 你们知道李嘉诚 我们对 我们说知道李嘉诚 说李嘉诚身边的司机 被他开了好多年的车子 然后呢 后来要退休了 然后呢 那李嘉诚就说 哇 感谢你为我开车这么多年 为我付出这么多年 给你个两千万 然后他说 哎呀 意思就是 谢谢李先生 谢谢老板 哎呀 我感谢你 让我在你身边服务 让我开车这么多年 你对我的信任 其实你不用给我这个 我有钱 然后李嘉诚问 你怎么有钱 他说我每次给你开车 你坐在车的后面 然后呢 有时候给你打电话呀 聊天啊 都说哪块地段好啊 你们买的是大片的 我就在旁边 里面远远的买一块小小的 你们说哪只股票好 你们可能买的更多 投资的更多 那我就小小的投一点 结果就是房子也好 股票也好 生意也好 我就跟着这样 学的点 做的点 到现在 我没有十个亿 我至少也有五个亿 哇 各位想想 老师就说 那代表什么呢 这就叫什么 啊 跟着苍蝇找厕所 跟着蜜蜂呢 就找花朵 然后呢 跟着乞丐会要饭 跟着千亿 赚百亿 说真的 这就是你接触的圈子 你接触的人群 你的知识面 你的见多识广 是我们开场就讲了 真的你都没有见过 你就会什么 少见多怪 说为什么说 人要学习 人要跟高人交往 说这辈子要什么 教高人 读好书 还要见世面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帮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是认知啊 我觉得认知提升 第二个你才会认真啊 你认知提升了 哇 原来我是从事这么好个事 什么好个事啊 哎 这个 本钱有人出 本事有人交 然后呢 本人将来学习就能成功 而且收入不受限制 自由自在自主 无限发展 换个产品就有六个好 你说这种事好不好 好 这就是认知的提升 哦 真的 你刚才看到了 我们来自农村的永兰吧 他多么大的愿望 就是从农村到城市 三个姐妹 从农村到了城市 然后呢 他刚才讲了 爸爸说 家里面没有男孩 是不是觉得 好像家里面都没有顶梁柱 都觉得他们三个女孩不管用 但是这三个女孩很争气 接触到了安利 事业 让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在改变 真的 所以说真的 你看从农村到了城市 又在安利中 刚才分享了那个永兰 他已经做到了高级经理 也就是钻石 他的妹妹做到了翡翠 我们叫经理 也叫翡翠 他的小妹妹做到了Q12的 白金 Q12的弟弟 哇 一家人 整个把家族的命运改变了呀 说真的 为什么说一个人 只要学习 只要成长 就能够不断地去成长和改变 你刚才看到了 阿军 他在乌鲁木齐 他原来不在乌鲁木齐 他现在是在乌鲁木齐 买了房子 他原来在伊犁 一个边陲小镇 欠着外债 我第一次跟他打电话 让他出来学习 他说等我成功了再出去 我说你不学习 你啥时候成功 两个45分钟的电话 把他打出来 现在成为新的创办人总监 也叫创办人EDC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种成长和突破 哇 疫情这么样的严重 包括永兰 包括阿军都在新疆 四个月的封控 封在那里面 结果他们依然能够创造 就是战胜了自己 战胜了自己 物流都没有 你这个月订了货 下个月不到 下个月不到 四个月都没有货 请问你怎么弄 自己吃的都没有了 顾客根本就没有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讲这个也是提升认知 有的人说 疫情来了 我活命最重要 疫情来了 我放弃目标 疫情来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 但是没想到 疫情期间 还有这么多人在成长 大家说对不对 这是不是认知的提升 我记得疫情来临 那一年 我们跟老师在美国 老师说 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哦 我记得疫情刚发生了 老师那一天 哇 梳西打扮 换衣服 烫头发 然后开始我们做第一场的 超反线上的直播 是老师给我们开启的 到现在 2020 2020 2021 2022 203 已经差不多四年了 现在到了2024了 老师还坚持着 每个月的 原来是9号 现在是换成了5号 真的 说是我们就会发现了 哦 真的 是因为老师的眼界 老师的经验 是不是提升了我们的认知 大家说对不对啊 说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每个月的5号 大家是不是都在线上学呀 老师是集合全世界的人 我们一会儿听到 越南市场成长了 一会儿美国市场成长了 一会儿那个 全球的 哇 马来西亚成长了 新加坡怎么样了 全世界我们听到了 是在成长 老师把全世界的超反的精英 汇集在一起 跟我们做这种盛会 哇 一会儿是李老师他们 一会儿是钟老师 哇 一会儿是越南司机大哥 带着上创办人的团队 一会儿是台国的 皇冠大使 是不是大家特别的兴奋 真的 我们特别特别的兴奋 老师是不断的去提升 我们的认知 提升我们的相信度 你们说对不对啊 老师永远给我们解决的 就是我们的眼界 我们的心界 让我们的眼界打开 我们的心界就会提升 最后我们就会拥有世界 你们觉得好不好啊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老师了 这就是特别特别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那真的是 刚才你看到了那个金美姐 金美姐是 哇 你看到了 你可能会说 如果我呢 12 13 14号 安理公司要给我做表彰 彩排也弄完了 定地也交了 花那么多钱 你可能不说 那我要接受表彰 那美国我就不来了 这是很正当的呀 不用找理由 这是很正当的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子 他说我很感谢公司 哎呀 很理解我们 做我们坚强的后盾 当听说我们要去美国学习 要跟随老师学习的时候 然后人家安理公司说 好吧 那你既然啊 你要跟随出去学习 而且金美姐观念很正啊 说我的老师 苏林姐 郑老师 凡老师 都要跟到美国去学习 我的领导人不来 那你给我做表彰 那怎么表彰啊 对不对呀 我要荣耀我的老师呀 那表彰的时候 我的老师都不在呀 你看他观念多正 那就跟公司商量 能不能往后推 公司也特别理解 特别支持我们 就把他的表彰会往后移 结果他带着儿子陆远明 赶到美国来学习 还是摇着轮椅啊 各位 如果你今天 好哥们好腿的 没啥事 真的 你看到这个 还是摇着轮椅 冰骨 撕裂的 然后呢 而且还要做表彰会的人 推掉到跟随来学习 这是不是也是认知的提倡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有人会成长 为什么有人会上片 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大家说对不对啊 所以老师说 造成人与你之间最大的差别 不是你的学历 能力 财力 是你的想法和观念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认知啊 我觉得 真的人 认知提升 必须学 你只有学习 只有跟随你的认知 才会提升 大家听 对不对啊 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说真的 我想到 刚才这几位领导人 哇 每个人都分享了 棒的不得了啊 说真的 你会发现 第一个 认知的提升 认知提升了 还要认真地做事情 老师说 要带人更诚恳 做事更认真 带人更诚恳 做事更认真 因为安丽是人与人的事 你必须带人好 为人好 人不跑 你做事认真 安丽就还认真 你知道我们的老师多认真啊 我每次跟随老师学习 不管去到澳门 去到新加坡 还是来到美国 很多人去跟随 老师呀 甚至连他们的住房 谁跟谁住都要安排 哇 今天明天干什么 通通安排 你看我们来到 拉斯比较这几天 教室的天天的课程 哇 来着跟随学习的人 哇 每天都课程满满的 让我们到达这边 跟随的领导人 我们都有事情干 大家说对不对 哇 棒的不得了啊 老师真的是 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第一 老师是大的 大家小的 谁跟谁同频率 谁跟谁可以互相影响啊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我就跟着老师的旁边 看到老师大的也带了 小的也带了 那天跟老师在一起喝咖啡 那边又带了一群新的 什么新的 不是完全的新人 是准备要上FC的 一群美国的朋友 然后这边又带了一群 我们的FC 然后跟美国的朋友说 你们未来就会变成 这群FC 然后又指着我们说 你们的原来就是 原来的 你们原来就是这样的 就希望我们能够 不断地去开发新的市场 我们到了那 到了拉斯加斯 我们就看到老师做事情 比我们都认真的 哇 我们为了这场直播 老师提前跟CD大哥联络 提前跟那个 基纳姐联系 提前还盯着我们 你们弄好了吗 你们弄好了吗 说我们这几天紧张的呀 吃不下 睡不着的 真的啊 别看我们坐在那吃 其实都不在吃上 吃不了两口就放下了 吃不下呀 也睡不好呀 我想今天晚上直播完了 就能睡着觉了 真的是这样子 你不信你上来拨拨试试 真的是这样子 看得好简单 真的是其实不容易呀 大家说对不对呀 再刷一波小红花吧 再刷一波小红花吧 所以说 我想告诉大家认真 世界上的事就怕认真 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刚加入安利事业的时候 你想 我95年6月1号加入安利 我还是个0%3% 我是不是没有成功 我也没有经验 但是那人家凭什么会跟着我走呢 我当时带进来有顾曼洪啊 苏林啊 还有云南啊 还有严大林这个市场领导人 我又没有聘位 我又没有什么成功的事实 但是呢 我就很认真地听老师讲 你要美会必到 不管是陈老师 季老师 告诉我们的成功密集 就是四个字 美会必到 我记得当时去广州听课的时候 哇 有一天 有两个大老板 进来学习了 拿着车钥匙 去那口上 一晃一晃了进来 我们一看 啥钥匙 我还是认得了 有奔驰 有宝马 天呐 我那时候还是骑着自行车的人的 是坐中巴车的人的 人家已经是开着奔驰宝马来的 一进门 我们是认真的啊 我们昨天研究安利的讲义制度 研究到深耕败叶 我们觉得安利值得做 但是你们要告诉我安利怎么成功 用最快的速度 问旁边的介绍人 旁边介绍人说 那老师告诉我们要美会必到 我记得那天还是季老师讲课 然后他介绍人 不好意思 就这样的 硬着头皮 把他们拽到季老师面前 说 哎呀 这是我们的季老师 这是我们的老师 帮我们成功的 哎呀 这是我带来的两个 他们生意做了可好的老板 然后呢 他们肯想成功 但是想快速成功 季老师说 美会必到 好家伙 说的也是美会必到 然后看到两个人 犹豫的眼光 怀疑的眼光 看着季老师 季老师说 你们不信 来 拿出来笔记本 我给你们签个名字 不成功 找我 哇 老师是多么的笃定 大家说对吧 因为老师做了这么几十年了 就是成功的经验 就像老师爬到过山顶 知道这座山怎么上 老师在安内的这个成功的 这座山已经来来回回 不知道多少回了 老师上到山顶 把一批人带上去了 然后又下来 又一批一批的把我们带上去 老师说 我已经培养了一批FC 在全世界培养了那么多的高级经理 钻石 EDC 我现在要培养新的 说老师为什么对美国充满的期待 老师来美国已经三十年的时间了 昨天安利大哥还在说 老师来了这么多年 已经培养了很多人了 那我们希望我们更珍惜 我们美国绝对能够做得起来 因为老师在美国 不管旧金山 不管洛杉矶 不管拉斯维加斯 不管纽约 不管休斯顿 包括加拿大 温哥华 又培养一批的领导人 老师走到哪里都是 哇 你们这么优秀 不是猛龙不过江 你们来这不是打工的 你们是来这成功的 老师最大的梦想 就是帮助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 多少人来到这 你知道吗 哇 其实都在打工 回国的时候 带了一批的钱 给家人这个 给家人那个 就是什么 面子 很有面子 其实理智不够 要装那个面子 真的啊 真的我不骗大家 安利的既有面子 还很有理智 理智还很厚 都不骗你们 哎呀 你知道我当年去广州 打工的时候也是呀 因为我离开河南到广州 一个月 可以拿五千 攒来攒去 到年中再发几万块钱奖金 我回家的时候 回河南的时候 都可以揣几万块钱 哇 爸爸妈妈 什么 那个哥哥 那个妹妹兄弟姐妹 这个塞三千 那个塞几千 他们都觉得我好有钱 其实我过完一个年 我就变成穷光蛋 初六初七 然后呢 就又坐着火车 回广州打工去了 真的啊 我们很多的美国的朋友 有的时候真的很有面子 哎呀 我来美国了 我来这儿了 但是有的人依然在打工 也不是说多么的富有 回家的时候 其实说老实话 都把自己亲戚所有 给到家人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 真的很多是这样的 但是安利呢 真的我们今天透过安利 让自己拥有一个 自由保障的事业 说真的我们 今天所有的 刚才分享的伙伴们 他们只是众多的 老师的学生的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 今天他们能分享 每个人都简单的不得了 又特别的 又特别的荣幸 又特别的荣耀 真的就是要认真 我当年就是认真 美会必到 结果呢 当时我带着这横牌 我的几个横牌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看到我认真 顾曼洪啊 苏林啊 包括云南市场啊 包括大林哥这个市场啊 我没有经验 其实他们对我 其实那个时候是 不应该投意完全的信任 因为我没有成功的事实 他不像现在 我有成功的事实了 我跟你讲一回信 刚才说我没有成功的事实 他们跟着我 其实心里是忐忑不安的 但是我认真 我靠谱 大家都对不对 我美会必到 他们就对我开始产生信任了 说各位 现在不管你是刚刚加入的新人 还是在安利一段时间 你还没有取得很成功的 你都要让自己很认真 那时候清可也是 三年三趴呀 他跳舞的 三年三趴 他每次见了我 我都鼓励他 你问他一定是FC 他看我好认真啊 他看我每次鼓励他 他不是随便说两句 不是说冠冕堂上的话 还是真正的 很真诚的鼓励他 他就很有信心 你认真别人就当真 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 真的你认真别人就当真呀 那我第一年不就带着四个横牌吗 走哪店呢 走哪店呢 我很认真 刚开始去香港澳门学习 哇 各位去一次香港澳门 一次得花七八千 那时候香港没回归呀 签个证两三千 住一个晚上 那么小的房间 一千港币 住个三天 就三千没了 再吃吃喝喝 七八千随便就花完了 呀真的 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去学呀 还给我戴个大高帽 赵老师你会学 你爱学 你会记笔记 你还会分享 你回来跟我分享 我们就听你财照讲高 有些课我们还听不懂 其实他们不想去 结果我就责任担当 我就去了 我回来之后我兴奋 就跟他们分享啊 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我就拼命讲会议有多棒啊 他们又看到我的成长 讲话的内涵都不一样 结果下次我就把他们带去了 这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要先一马当先 做榜样 大家说对不对 你认真别人就会当真的 他们看我真的就是花了七八千回来 改变了 我第一次跟老师出去学习 是到福州 哇 回来之后就整顿 整顿那一年 很多人整顿不见了 整顿三个半月之后 我达标了 所以说真的 各位安理事业 你认真啊 就怕认真二字 全天下所有的事情 就怕你认真 大家说对不对啊 真的 我们就是在安理中 认真地学 认真地做 你学了做了 你再认真地教别人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啊 你 我们那时候在广州啊 星期一去学OPP 星期二回来 在家庭就会开讲 星期三又去学 星期四回来就做产品示范 星期五学八八 星期六回来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 五一姐那时候 拿着笔记本给我们念 但是我们就是认真 所有来的新朋友 看我们 你知道我们认真到 什么地步啊 那时候不太会讲课 但是我们特别有热情度 好家伙 新朋友坐在我们屋子里面 讲OPP 讲假的原点 从下午两点 讲到都快六点 四个小时过去了 讲到人家坐地上 都已经睡一觉 我们还在讲 睁开眼睛 发现我们还在讲 哎呀 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认真 热忱 把人家感动了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真的是 我们那时候没有经验 我们不会讲啊 但是我们就特别的认真啊 说真的 我觉得你认真别人 真的就会当真啊 说我那时候 走到哪里 都把我的几个横牌 带到哪里 我这次来到 又看到老师 又带了一批的领导人 又带了一批的领导人 哎呀 看到这个 什么 徐琴啦 蔡小啦 小峰啦 还有艾如啦 哎呀 然后又一批的领导人 跟在身边 还有张杰呀 又一批的说 老师说这一批就是马上 老师又要带出来一批的FC 你看看真的是 多棒啊 哇 这次我们来到这儿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啊 我们那个浩浩 就是德贝哥哥的 那个儿子 浩浩 现在还在读大学呢 很认真的 跟奶奶打了个电话 奶奶 我不知道能不能 跟你见个面 你方便吗 如果你方便 我来跟你学习 吃完饭 他回去了 又在酒店 跟陈老师打电话 奶奶高兴的吧 陈老师高兴的 哎呀 宝贝你赶快来 奶奶在酒店等你 好 家伙到了那儿 老师是第一次 开始给第三代 认真的讲案例 哇 你知道吗 哇 老师认真到 真的就是对了一个新朋友 在讲 我在旁边学 给他定位 给他格局 告诉他 你可是第三代的 你的奶奶是世界第一 你的爸爸 又是第二代的第一 你现在要做第三代的第一 哇 又讲校庄 当年怎么给康熙定位 哇 我们一看老师 马上定位的是大格局 因为老师给我们定位 我们绝对不只是一个推销员 大家说对吧 安利是什么 安利是培养企业家 培养什么 商业领袖的 你说对不对啊 说真的好棒啊 我看老师讲 哎呀 我们在旁边兴奋的听啊 浩浩啊 作为第三代的领导人 才21岁 人家已经上白金了 人家已经上白金了 各位啊 就是因为 浩浩昨天跟我分享 你再说分享一下 他说 哎呀 韩石哥哥上钻石的时候 我爸我妈 我一进房间 爸爸妈妈就说 韩石上钻石了 哎呀 怎么那么巧啊 一进去就会讲这个事 当时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那时候刚上 他那时候就是在鼓励下 上白金了吧 但是爸爸妈妈动不动 就讲 韩石哥哥上钻石了 那时候韩石哥哥 刚上2020年上钻石 你看看韩石哥哥也作为第二代 被韩姐带得这么好 哇 韩石哥哥也是认真的 最认真的学 就这样子 韩姐就是一直认真的带着他学习 韩石哥哥率先突破 而且那一年是 五月份就上完钻石了 哇 就上完钻石了 哇真的 就给了后面的更多的领导人和二代 是不是也有信心 昨天老师给我们的浩浩讲的时候 认真的 孩子坐在那几个小时没动啊 我们大人还上了个厕所 他坐在那从头停到尾 哇 还是从洛杉矶开车开到拉斯维加斯 刚来 一直讲到下半夜 好认真 你知道我们当时所有的 跟在旁边的几位创办人 还有跟随的人都说 哎呀 我们的下一代更有希望了 因为 因为浩浩 他不仅可以影响第二代 因为现在有的第二代也是二十郎闹岁 包括我们家琪琪是不是也是第二代 琪琪十九岁 那么还可以影响第三代 那欣欣呢 苏林姐的女儿欣欣才十一岁 那浩浩比她大十来岁 浩浩的成功 第三代的成功 是不是又可以影响到信心 哇 真的好震撼啊 你就知道吗 哎呀 真的 我看到老师 他就是 我们说成功在边边角角 我们看老师做细节 成功在边边角角 名牌看边角 成功看细节 成功 我们说真的 这都是很重要的 你看一个提一个名牌包 他那个线对的好得不得了 他为什么卖那么贵 大家说对吧 好的衣服也是啊 中间没有乱七八糟的线头 给你做的漂漂亮亮的 你们说对不对 真的是特别棒哦 说真的 我都想到老师是给我们做的最认真的榜样 老师把任何的事情 老师告诉我们 你们把任何一场会议都要当成最后一场会议 哎呀 真的 老师就是这样 几十年如一日 到现在 针对一个新朋友沟通 讲话 老师都是认认真真在那边讲 我说咱的咱啥都不用看 看咱老师做啥 是不是啊 41年了呀 41年如一日 当年老师是住在教室的人 哇 住在教室上的钻石 老师真的 就刚才讲到了嘛 自己还没有房子 就首先跟自己的家乡给马祖捐款 是不是做了最好的榜样了 我们上次跟随老师来到这个拉斯米加斯 正好碰上疫情 半夜三更老师叫我们 快起床快起床 救命如救火 哎呀 我们没有觉得多着急 武汉疯了 武汉疫情了 现在要赶快救命如救火 他让三个孩子带头捐 然后让我们创办人带头捐 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 哎 我们一下子 老师带动的团队捐了620多万 哇 哇 你不到三天左右啊 真的我们要给老师鼓掌啊 要给老师 哇 老师不管是梦川大低症 玉树大低症 不管什么 老师都是一马当前做榜样 因为老师说我苦过 我知道贫穷的滋味 我也知道遇到困难的这种滋味 难怪那个香港的那个萧玲姐 老师这次来了 就给我们听她的一段那个微信 萧玲姐说什么 她说老师 你从小那么苦 你经历了那么多 你有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甚至都羡慕躺在太平间的人 然后呢 你是把一路走过来的苦 苦难 还有你在案例中的经验 都分享给你的学生 分享给想成功的人 让他们站在了你的肩膀上 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你们说对不对 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她说我呢 我是一路顺利 萧玲说我是一路顺利 我们家境就比较好 然后我唱歌又唱了好 所以说我是一路顺利的 但是呢 你呢 跟我不一样 你把这么多的苦难和经验都分享给你的学生 她说我现在虽然70多了 我还没有真正佩服过谁 我对你有两阵叫成福 她说我还要跟着你去帮助更多的人 她说我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还要跟着陈老师去助人去帮人 你们觉得震不震撼啊 震撼 萧玲姐也是那么成功的人了 但是她说 我就觉得跟陈老师相见恨晚 哎呀 她说 哎呀 真的上次来美国拉斯米加斯 她都说了 哎呀 你要收我这个学生哦 我70多了 你不要嫌我年龄大哦 陈老师 我还要去助人的 还要去帮人的 特别棒 现在已经达标好几个月了 带见了好多优秀人才在香港 香港做的红红火火的 哇塞 真的 我都觉得老师真的是 是因为老师的大爱感动他们 是不是 如果像老师这个年龄了 有这么的成就 老师去休息 谁能去影响那个人 萧玲的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他可能会说你们小年轻的创业啊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早就大红大紫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那可就是嘛 人家早就是大红大紫了 人家还像我们年轻人来创业吗 人家享受还享受不过来呢 大家说对吗 对 这是境界 这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对吧 就是人生观 价值观 和国际观的问题 你说对不对 有的人人生观 有的人人生观 就是我自己好就行了 是吧 世界上不是有三种人吧 对不对 有的人是只顾自己 自扫门前学 是不是 有的人是专门给别人破冷水的 你想干个啥他都给你破冷水 偷偷你梦想 有人把自己家门前学扫完了 还有一种人就是助人助己的 帮助别人成就的 帮助别人改变命运的 大家说对不对啊 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冲销 所以说我们 哎呀我们就说嘛 世界上 我们说有一个故事叫 搞定了三分之二 有人就笑了 所以因为有一个小伙子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妈妈说 给她找了一个媒婆 说要带她去看女朋友 然后媒婆就带着她就去了 哎呀高高兴趣就去了 哎呀过了几个小时 小伙子一个人回来了 然后呢就问她 然后说怎么样啊 这个这个那个 女朋友看的情况怎么样呀 他说哎 搞定三分之二吧 搞定三分之二了 大家说哎呀搞定三分之二了 他到底搞定三分之二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 媒婆很高兴同意了 我也很高兴同意了 现在就只她女朋友 她不同意 所以说搞定三分之二了 所以我们就说 安利够好了 是吧 搞定了 老师够好了 搞定了 要问自己够不够好 三分之二都搞定了 关键是剩下的三分之一 是最关键的 大家都对不对啊 所以以后啊 再看到别人 还没有看到安利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还没有看懂的时候就讲 搞定三分之二了 大家说对不对啊 真的是这样的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 我们也经常会 会讲到说自己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认真别人就当真 好不好啊 好 真的特别特别棒啊 说真的我想 第三个这是认真啊 第三个就是要认定 你认定 别人就会坚定 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处责的时候 你还坚定 老师说成功的人不是困难少 不是处责少 是想法好 老师在安利中四十多年 经历的风雨比我们多得多 老师去了这么多个国家 见了人也比我们多 遇了事也比我们多 解决的问题也比我们多 大家都对不对啊 这是个真实这样子 不是老师的困难少 挫折少 是老师的想法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老师这么多年 没有遇到过困难 他遇到困难比我们多得多 但是老师就是认定 就是知道安利的好 我们经常形容 这个人就是有那股认劲 叫石头牛都拉得回来 大家说对不对 石头牛那个劲得多大呀 拉不回来的 老师说了 如果今天 没有安利是我的救命稻草 老师把安利当救命稻草 老师把安利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 认定 就这么认定 说为什么当他的家人不来做安利 包括他的同学不来做安利 说哎呦 把我的门都给关了 但是上帝给我打开一扇窗 我就是走出去陌生认识 我就觉得安利是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就是怀出来的礼物 心怀的一种感恩 我去给别人送礼物 老师永远是这颗心 说老师碰到在洗手间的人 也给你加安利 碰到开出租车的人也给你加安利 去到澳门 那个打扫卫生的小女孩 他也把她带进安利 然后呢去到澳大利亚 在那个那个海底捞 一个18岁的才上班两天的小姑娘 他也给她加安利 而且把她带到了新加坡的大会 当然了他也认识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那个钟大哥 还有那个月亮姐姐 多棒啊 还是我们古大的校友 哇传统生意做得那么好 做得那么大 老师跟他们相似的 也把他们带到新加坡了 你看老师说 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会让富的人变贵 让穷的人变富 你们觉得棒不棒啊 非常非常的棒 而安利这个事业 又加上老师这么大的爱心 就是让穷人变富 富人变贵 哎穷变富容易 富变贵可不容易 大家说对不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老师连什么服装都教我们 哇我们跨年夜的时候 男生怎么穿 女生怎么穿 那真的是啊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跟着老师就是 你看老师啊 穿的比谁都更时尚 啊 为什么 因为老师就是一个人在于你的心态 大家说对不对啊 那就是啊 要活得亮丽 要活成一道光啊 让别人看到你 同时顺着你的光 可以走出这个黑暗 你们说是不是 老师的安利就让我们特别羡慕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人生 啊 我们见到老师就能量满满 见到老师就觉得 哇 啊 这样的生活太美好 是不是啊 啊 真的我特别觉得 我们今天啊 认定 人家才会坚定啊 关键是 有人在说 哎呀 我那个人不来 那个人不来 你够不够坚定 大家说对吗 这次的金杯剑 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为了来这参加会议 把他的表彰会推迟了 然后呢 哦 他的很多的伙伴都准备好了 要去的 都不参加了 而且他是改机票哦 他自己买了机票 护照又出问题了 又改机票 重新订票 他来到这儿 比别人花了好几倍的费用 而且是坐着轮椅来的 各位 真的你就看到了 那你在看到我们的苏林姐也是哦 哎 他在过去的两到三年 连续的三个老人去世 家人的去世 再加上他有骨折 我告诉大家 任何一件事都能把他压垮 任何一件事都能把他压垮 但是他就是这么坚定的心念 他就是这种责任使命的担当 你看刚才听到女儿 王运号了吗 说我推的妈妈推论语 我推的三个月 我把我推醒了 我把我推米饭了 我才理解了妈妈 江山是打出来的 市场是跑出来的 人才是盯出来的 成功是跟出来的 他理解了呀 理解了跟谁了 苏林姐就是一直跟 你看他已经做到FC 做得这么好了 还跟我说 郑老师你要把我抓紧点 你要把我抓紧点 所以说我不管我那有大会 小会 几十人的会 我也让他来 几百人 上千人的会 我也拽着他 去马祖 老师名额那么紧的 我也抓着苏林 去马祖 不管是什么 你看他遇到骨折 然后呢 跟着老师去三亚 人家说 你去三亚旅游了 你弄一个瘸着腿 去那玩啥呢 真的后来我们就明白了 苏林姐是把骨折 当成了转折 她说我腿 脚骨折了 但是思想不能打折呀 思想不能骨折呀 大家说对不对 腿不能走了 我坐的轮椅可以去呀 你知道我把我的轮椅 给到他 原来我脚也骨折了 我把轮椅给他 我是想让他行动方便 人家咋理解 人家说 郑老师把轮椅都给我了 不是让我回家休息 让我跑市场 你看他多积极 哇 这就是非常积极的 你看你怎么想的 要跟一般人说 哦 老师肯定 让我就是 那个那个 那个做个轮椅方便的 但是人家就理解 让他跑市场 说为什么三个月 跑了十一万公里 真的在新的奖励制度下 人家重回事业的高峰 又重回 这个FC 重回皇冠大师 你们觉得棒不棒 棒 特别特别的棒 同样的老师 同样的安利 老师的信息 是对所有人的 老师让我们跟随 没有说谁能来 谁不能来 大家都对不对 对 澳门 新加坡 拉斯迪加斯 老师没有说 限制谁吧 谁听得懂 看得懂 安利是谁 就是谁的 说真的 我觉得你们能够跟随出来 包括很多领导 能跟随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自己要很坚定 你自己不知道在那 犹豫徘徊 是跟还是不跟 刚才苏林姐 是不是讲了两个上轨道 一个就是心态 心态占了成功的99%啊 方法只有1%啊 心态不好 没有珍惜 没有感恩 凡事情到处批批抱怨人家 公司不好 领导人不好 老师没教我 哎呀 我的伙伴 谁又狼心狗肺了 我告诉你 没有珍惜 没有感恩 没有自我检讨的人 你都不会成 我加入案例 第一天老师说 你们心态好 一路上聘 心态不好 会一路掉 大家好好看看 所有一路上聘的人 都是心态好的人 离开的人 都是心态出问题的 不是他的能力出问题 有的人会美容 会营养 会经过 啥都会 心态 一个心态 就让他过不了 大家说对不对 真的就是这样啊 我为什么说 今天案例 你想上聘 一定要先上道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想上聘 先上道 谁不想上聘 你都不在道上 心态已经掉了 不在道上 行为呢 更不用说 跟随开发 美会必到 你看苏林姐的跟随 跟得多紧啊 金美姐 跟得多紧啊 那个永兰也是 在他去年上 一路上聘的过程中 我让他去哪 他都去哪 阿军也是 我让他去哪 他就去哪 金美姐 让他去哪 都去哪 这才会上聘呢 说各位啊 我说那前两天 我感慨万千 我说 你想上聘 而且要一路的上聘 不掉 有人说对啊 我要一路的上 还不掉 但是又不跟 我说你又想上聘 又不跟 你想上聘 一个字 难 两个字 更难 三个字 难难难 四个字 难上 加难 就这么简单啊 各位啊 因为你想上聘 为什么 你想上聘代表你要 做更多的事 带更多的人 那你要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啊 为什么很多人 哎呦 我上不去 是因为他累了 他不会解决问题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说他能量不够了 跟随不会浪费我们的分分秒秒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我第一次加入案例 95年加入案例 跟到老师福州 我充满能量 回来虽然公司不让班加入整顿 但是我三个半月达标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 98年一刀切转型之后 很多人还在迷茫之中了 老师让我去日本学习 我又跟到日本去学习 就是上台 日本人不让我讲话 我就上台的那一刻 我给自己下定决心 我要为中国人增光 我要为陈老师增光 说当年就上FC了 当年在日本网会打电话 都打了六七天人 你看看 这就是在跟随中的突破和成长 然后呢 上了FC 又跟着老师去美国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 我们去参加会了 老师说 你都已经来这了 干嘛不跟随 我又改机票 改机票 又花好多钱 就跟着老师在加拿大 又跟着老师在美国 加拿大就这样跟 跟到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人家北北的总经理说 你们的老师是名师呀 那个什么是世界名师 自己成功 又培养了很多人成功 还在第一线 用最鲜活的经验 教你们 名师出高头 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我说哎呀 我对老师的要求还很远 我要变成老师的好学生 我要变成老师的左膀右臂 要能够 能够 这个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去成长 像老师一样的 有格局 有梦想 去帮助更多的人 就这样 当年回来上了FA40分 你看看 我当年去日本学习的时候 我花了五六万 我跟凡老师一起 花了五六万 但是当年回来上创办人了 那孩子是一个小小的创办人 发了奖金 发了五六百万 五六万 去学习 回来 拿了个五六百万 你们觉得好不好吗 好啊 那我就跟着老师 刚才讲的 是不是去到了美国 去到了加拿大 跟随 回来是不是上40分了 40分当年还有一次性奖金 用两百四十万乘上二 光这一笔就四百多万 还不算其他的奖金 还不算正常的 差不多 八六百万 小一千万了吧 哎 各位啊 我们永远用口袋里的小钱 武装脑袋 再用我们的脑袋 来武装我们的口袋 你们觉得棒不棒啊 真的要过金钱关 要过冷水关 很多人就过不了这关 别人稍微破掉冷水 就不信了 老师昨天告诉我们 哇 明明所利 捧着金子 人家说来说去 说你捧的是假的 捧的是假的 他最后怀疑 他捧的是假的 那老师也是 捧了个金子 中间又有人 跟老师破冷水 中间又遇到困难 老师赶快跑到旁边 看 哦 还是金子 又坚定信念 有人就不信了 大家说对不对 明明是捧了个金子 就开始就不信了 说认定别人 你认定 你坚定 别人才会什么 你认定 别人才会坚定 说老师为什么又跟我们讲 单纯相信 听话照着做 刚才白岸老师 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了 单纯代表是智慧 一张白纸 好写好画呀 弄一张报纸 怎么写怎么画呀 当初老师还说 安迪 苏贞 这都是老师的招码 又比刚开始 因为安迪大哥做国际旅游业的 哪样脑子很复杂的 才能做生意的 然后说安迪 苏贞姐会成功的比较快 安迪大哥就不服气 说凭什么 我又是当老总了 我又这么能干 我老婆好像啥都不会 她怎么会成功 她说因为苏贞姐比你单纯 苏贞姐是一张白纸 这是当年老师讲安迪和苏贞姐的 但是当安迪大哥 他是一个老总 但是当他变得更单纯的时候 你看人家在北美 成为老师的招码又比 在全球是老师的招码又比 哇走到哪里都写着老师 是不是就会很棒了 老师就用这种故事来启发我们 不管什么人 你是大老总大老板 传统行业你再成功 来到安迪就是要两个放 放下身段放开胸怀 把自己变单纯 单纯代表智慧 好不好啊 老师说贫穷和辛苦 永远跟着复杂的人走 贫穷和辛苦 永远跟着复杂的人走 第二个是相信对吧 刚才白杨姐都讲了 我就不再去分享那么多了 相信什么 知道没有力量 相信才有力量 老师跟所有人都说 你们会上RFC 你们会上RFC 谁信谁上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好重要啊 那听话呢 听话就是百分之百的复制 百分之百的copy 是吧 那郭大哥不就说了吗 听话的人不吃亏有钱花 大家说对吗 所以说听话就是百分之百的copy 千万不能听老师的话 做自己的事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很多人没成功 就是听老师的做自己的 那就还是不听话 大家说对吗 啊 上学了 老师教我们 我们又听老师的话 我们毕业了 今天来创业了 是不是要听老师的话 听成功的老师的话 不吃亏有钱花呀 说真的 我特别希望 我特别希望我们今天的啊 所有的操犯的家人 我们很幸福 因为有世界第一 给我们做了一百分的答案呀 而且老师是开卷考试呀 没有说B卷呀 在传统网上考试多难呀 琴琴说吧 考鉴条的时候 啥也不知道啊 得读多少本书啊 得刷多少道题呀 因为不知道出什么题呀 难得要命啊 但是今天两档案里 多简单 老师把一百分的答案给我们了 哇 新人336 老人2689 点线面 大家说对不对 重点效率速度 啊 销售配合带动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全部都是气氛关键行动 哇 都是把最重要的 最把腐杂的变简单 而简单的事情 让我们重复去做 重复的事情 让我们去快乐去做 老师已经是把它 简单到这个样子的 啊 我们是不是很幸福呀 那是因为老师 做了头部血流的经验 给我们总结出来 让我们造的去做就好了 哎 什么叫造的做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你造的做 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造的做 就是让你去行动 啊 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要赶快去做 赶快去行动 百句空言不如一个坐着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好重要 为什么说 金玉良言八百句 真言只有一句 就是单纯相信听话 造的做 啊 真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感慨 良多 老师这两天 跟所有人在那里讲 哇 相信 啊 这个知道 知道是什么 知道就是那个帽子 风一挂就掉了 相信是那个头发 实际台风都挂不住 那叫相信 不是一挂风就吹掉了 那不叫相信 那只叫知道 大家说对不对啊 你看老师把这些 讲得特别的简单 说真的 我们觉得 哎呀 我们的认定 自己的认定 就会让别人更加坚定 你说对不对啊 说真的 我特别 希望我们今天 我们献上了 太多的 超凡的家人了 说真的 我们跟着老师 才短短的几天 哇 能量满满 能量满满 真的 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所以说我相信 你们今天看到了 有二代的分享 也看到了我们心上的 钻石 永兰 一个农村的姑娘 就是因为 紧紧的跟着老师的会议 走 你刚才听到了吗 说去澳门签证 都签错了 签到香港了 然后呢 又飞回乌鲁木齐 重新签 回来 从龚北 又进关 而且那两位伙伴的 现在都是 非常棒的 都已经做到出国旅游了 你看他比别人 多花了三十千 跟一般的人 在说 哎呦 我已经花这么 让我花这么多钱 算了吧 就不去了 说真的 我是不是 真的 我特别希望 我们各位的领导员 你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任 老师告诉我们的 这都是老师教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要什么 认知 认知提升 你的定位格局 才会大 才会高 好不好啊 你才会信心坚定 你遇到困难挫折 你知道你要什么 对吧 我们心中知道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这么美好的案例 我们是助人的事业 我们是助人的 不是求人的 助人的不是求人的 对吧 你认知提升了 你就不会觉得 我是个卖货了 是吧 我自用加分享 我成为热爱公司 热爱产品 热爱每个人的人 我就可以成功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说真的 这是第一个 认知的提升 第二个就是要认真 你要认真哦 认真就是你自己 好好的去做事情 老师是不是讲到了 说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 印第安人求雨的事情 对吗 村庄干旱 太干旱了 不下雨 哇最后真的没有办法 什么都找不出来 最后他们求雨 最后一个智者说 我能够帮你们求道明 明天什么时候 在村头 我会帮你们求道 甚至是大雨 甚至是暴雨 真的求雨求雨 结果真的是 就是这个时候 很有意思 我们说求雨 结果呢智者来那 发现村民们都来了 然后说 看到村民 他说我要走了 你还没帮我们求雨啊 你怎么要走了 他说你们不认真 他说我们这不不认真了 说我能帮你们求道雨 你们相信 但是你们是假相信 你们为什么不带伞呢 没有人带伞 对吗 他很认真 但是来的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只是觉得你真能求道雨吗 但是真的认真的人才会成功 印第安人求雨 就是求求求求 求到下雨为止 就能够求道雨 你们觉得棒不棒吗 真的你就是学学学学 跟跟跟跟跟 学到你成功 做到我们成功名字 大家说对不对 你认真 你就一定能做得到啊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大家说对不对 说真的老师就是这样子 老师当年从一无所有 然后呢 真的没有人交代啊 老师的节奏人把他带进来 两耳时喝了个咖啡 老师就上去听课了 没有人带 老师真的是披荆斩棘 开天辟地 一路的就是为我们 披荆斩棘的 可是真的是叫 叫叫 真的是就是为我们 开疆辟土的 说真的 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福气 开路的人 没有说难 老师到现在都没有说难 快乐的享受了人生 我们行路的人 如果说难 那是不是叫无病身影呢 你们说对不对啊 真的我们要祝福今天 所有的家人们 我们要一直跟着老师学 认知提升 我们认真做事 好不好 然后还要认定 遇到困难处则 告诉自己太好了 就像老师说 如果你在上钻石 上皇冠大使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千个问题 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太棒了 来了 哎呀 我把他学会解决了 不要逃避问题 你逃避问题放在那 他不会被解决 你的伙伴在遇到 他还会遇到 你同样不会成为一个 解决问题的告诉 你也不能够成为 你的伙伴的最好的引领者 你们说对不对 老师就说 遇到困难我解决 遇到困难我解决 我就长大了 你们说对不对 如果一千个问题来了 解决一个剩九十 999 再解决一个998 哇 不就是把这一千个问题解决了 你就上钻石 上皇冠大使 你觉得好不好啊 好 真的会非常棒哦 哎呀 老师就说 我今天 你们想问我什么 我头上很多的包 来给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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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人不是困难少 而是撞的突破血流的经验 真的今天我们觉得 很有福报 多少人 选到了行业 我们说选行业 不如选民事 我们今天 选对了爱丽 就跟上了民事 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走到任何时候 我们不害怕呀 大家说对吧 你们有世界第一的经验 教我们的 开卷考试呀 说真的 我们祝福 我们今天 所有的各位的领导人 记住刚才 三分之二已经搞定了 三分之二已经搞定了 送了个三分之一 把自己搞定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们真的人生的三回啊 欲良机不握 会后悔 欲良友不教会后悔 欲良师不学会更后悔 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老师 我们世界第一的名师教我们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地跟 好好地学 我们都觉得特别有福报 而老师今天是最应该休息的人 但今天老师依然 刚刚新加坡大会结束 又来到美国 还在帮助美国的 北美的朋友 全世界的朋友 又好多人来到这儿来 继续跟随老师学习 那你想想 这么多人来 老师要不要操心 大的 小的 中的 这么多市场 咱带两三个的 咱都觉得带得累了 人家可是带着全世界 老师就是有大爱 真的 我们觉得是特别有福报的 特别有福报的 我们说听成功人的话 叫红运当头 叫红运当头 然后老师说 你们要变成 积极地主动的领导人 你知道昨天好好都听懂了 他说 奶奶 我要变成一个主动的人 什么是主动的人 就是要变成一个皮球 脚牵牵一碰 咕咕咕咕咕咕就滚起来了 我不要变成那块石头 那是被动的 哇 鞋都踢烂了 石头还没动 要变成皮球 而不要变成石头 我们要主动 对学习 对跟随 是不是要 能否而动啊 对不对啊 真的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想成为一个最好的领导者 要变成一个最好的跟随者 遇到任何的困难 告诉自己 我们非常的认真 坚定 别人就会 我们认定 别人就会坚定 你说对不对啊 别人都在看我们 不是安利不好 不是伙伴不好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根源都在我们自己 你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安利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做的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真的来到这儿 看到老师又在推荐 老师四十多年如一日 在做着最基础的工作 在做着最基础的 啊 助人的工作 哎呀 我们都觉得一看到老师 我们都觉得 对安利信心满满 同时一看到老师就惭愧 觉得自己做的事太少 好像我们都在玩安利 而只有老师真的是 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有福气啊 我想在新年的啊 大年初五老师能够让我们分享 我们特别的感恩啊 特别的感恩让我们啊 这FC的二代们分享啊 又让我们新上聘的永兰啊 阿军啊 还有金美姐分享 还有苏林姐分享 还有凡尾老师 然后还有我们一起来分享 真的超凡太多的粮食意有了 我们特别的高兴 老师给我们建立了超凡之家 让我们拥有超凡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老师手心手臂都是肉啊 哎呀 来了这儿 还没见到谁 就是 哎呀 照样啊 没动啊 哎呀 然后那个大公啊 老师是看不着谁就讲谁 急 真的老师手心手臂都是肉啊 真的 他心疼每一个人 他希望每一个人会成功 就跟今天你来到这儿了 你是不是跟随过来的人 自拍大腿 我那个谁没来 我那个谁没来 你可清醒了 大家说对不对啊 真的我特别希望大家 千斤难买早知道 万斤难买后悔 要 我们一定要走在成功的轨道上 心态上轨道 行为上轨道 好不好啊 真的我要祝福大家啊 我今天一兴奋 我估计长超时了 真的绝对长超时了啊 但是真的都是肺腑之言 哎呀 真的准备了好多呀 我也是每次像陈老师说写了好多 好像到现在很多东西还没讲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 真的我特别的感恩陈老师 季老师 今天是我们事业的榜样 是我们生活和人生的榜样 真的能够带动成千上万的超凡的家人们 让我们的人生命运改变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鲜花送给我们的陈老师 季老师好不好啊 真的一定要送给他们啊 一定要送给他们 我们是多么样的有福报 多么样的有福气 我们要祝福大家 老师是第一代的 德佩 定语 主义 又是第二代的 现在浩浩 盛哲 还有凯凯 这些都已经是成为第三代了 这次又看到 主义界的几个孩子 玉慈啊 文凯啊 易龙啊 哇 跟老师见面的时候 那种彬彬有礼 归归归归的 我们跟他们见面 都跟我们彬彬有礼 给我们照相 我看到老师 人家说 富不过三代传统行业 但是我看到老师的第三代 又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了 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啊 我们想在新年 这样一个难忘的时刻 我们能够跟超凡所有的家人们 分享一点点我们的心得和体会啊 我们真的要再次感恩我们的老师 也祝愿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够去心想事成 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好 真的特别棒特别棒啊 好了 有一个年轻人 他听说世界上有一个希望之树 就是想什么会来什么的 那种叫希望之树 他到处去找 找找找找找找 后来走到了沙漠中去找 走的是又饿又渴 然后呢 突然发现了一棵树 哎呀赶快坐下来乘凉 然后呢 又渴又饿又累 想如果有一杯水该多好 空 面前就多了一杯水 哇 抓起来就喝下去了 然后呢 说如果这个时候 还有点饭菜该多好 蹦 来了一桌饭菜 他哭了哭哭了又给他吃下去了 喝了 吃了 休息了 突然觉得不对呀 我怎么想什么来什么 难道我遇到鬼了吗 咔 一个亲面獠牙的鬼就出现了 哎呀 我把他吓得大喊大叫 心里马上想 他千万不能把我给吃了 结果鬼咔 就把他给吃了 他不知道 他已经来到了希望之树 希望之树就是让你心想事成 你想好的他就得好 你想不好的他就得不好 说各位 我们都来到了希望之树 我们遇到了安利 我们跟上了老师 我们都遇到了希望之树 希望我们大家在2024年 在2024年都能够心想事成 好不好 都能够让我们美梦成真 真的再次的祝福大家 新年的第五天 给自己取下一份诺言 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让我们的能够很好的 在我们的超凡之家 跟着我们的老师 跟着我们的粮食义友们 设定好明确的目标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去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的人越多 我们的成就也就会越大 祝福大家 我们都来到了希望之树 希望我们牢牢的把握住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2024年 心想事成 好吗 祝福大家再次感恩 我们的陈老师 陈老师 给我们这样分享的 给我们这样分享的机会 感恩 感恩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